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但随着扎克拉文的超远3分命中比赛,失去了悬念。在最后的48秒左右,纳神直接换下了欧文、哈里斯等核心放弃比赛。这场比赛欧文在进攻端的手感不佳,全场比赛39分钟,27中12,3分4中0,拿下24分,15助攻2篮板2强断,命中率44.4%。 不少球迷批判欧文,在第二节与第三节,没有挺身而出。第二节加,第三节,合计15中4,这些球迷选择性的,无视了欧文15次,助攻赛季最高。 其实欧文,虽然自己的手感不佳,但他助攻失误,比为10比1。他在场持的团队,得分并不差,篮网先发五虎命中率,除了欧文都在50%左右。 篮网还是输在防守端,他们让公牛命中率,高达55.1%。 当然,防守差已经是,篮网本赛季的通病了。赛后纳辰接受采访,表示缺少哈登,是失利的主要原因。 而且,我们打得不够灵活,转移球,不够出色。没有果断地,在场上做决策,也没有,真正拉开空间。 感觉,他也没有给欧文肯定。要知道,欧文可是送出了15次助攻啊。那神输一场,就慌了。 说实话,欧文本赛季的表现,是真的不错。球迷们只看到他第二节加,第三节15中四。 但怎么不说,末节欧文6中五拿下10分4助攻带领篮网,猛烈追分啊。 欧文本赛季关键时刻,特别强悍。目前他带领篮网的,19场关键时刻比赛,14胜5负。 欧文是48中23,3分球21中10。命中率,48.9%,3分命中率,47.6%,拿下70分,加11助攻。 这个效率,值十分高啊。篮网本赛季,的确是七星战舰。但凯文杜兰特,只打了19场比赛。 多数时候都是哈登加,欧文带队去打。欧文时而缺席,但缺席场次不多。 哈登目前等同于,复合管理。场军38分钟,联盟第一。 在哈登缺席时,欧文是哈登的最佳帮手。格里芬,阿尔德里奇,哈里斯,小乔丹这些,都是辅助欧文攻城拔寨的,角色球员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